現在呢我們再來看看 上次我們有介紹過 圖層樣式嘛 就是陰影的部分 你覺得Elatrice的可不可以一樣做 當然可以 而且呢 在Photoshop裡面圖層樣式可不可以複製 是不是可以 AE裡面能不能 當然也可以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來我就找 這個來試一下好了 來 我用這個雲 點到他 如果我想要讓他 他有這個陰影的感覺 你可以按右鍵也可以找這裡 Layer就是圖層 找到Layer style 這叫圖層樣式 有沒有 Shadow 還記得我上次有比較過嘛 做翻譯給你們看啊 對不對 這個按下去 有沒有就一個陰影了 那當你增加了之後我們來看看 他哪裡不一樣 你看 一般的是只有這個 變形 這個除了變形是不是多了一個 然後你再把這裡打開 下落式陰影裡面 我們主要一般比較常用到就是這個 Size 就是羽化的程度 好 再來就是什麼 角度 角度 不是 距離啦 就是那個陰影的距離 所以我們主要 會用到是這兩個 那我把 陰影 羽化多一點 距離拉長一點 這樣有看到了 好 但是我現在做了一個 可不可以把這個樣式 就直接複製到其他圖層 當然可以啊 各位 不要客氣 在這邊 你可以選擇 好我現在要的就是這個 陰影 Ctrl加C就好了 Ctrl加C 好 接著呢 我就 來看一下 我拿幾個 好這個雲 我要 這個 這個 太陽 也要 好 我都把它加進來喔 OK 我加好了 然後怎麼辦 Ctrl加V就好了 你來看一下 有沒有 這幾個都加上去了 我剛剛有點到的 所以 他的 圖層樣式複製 就是複製貼上 就這樣子而已 就看你貼到的是哪一個 就是貼到哪一個圖層 所以我點到他 Ctrl加V 點到他 Ctrl加V 有沒有都加進去了 對不對 當然 預設的 就是 你剛剛複製的樣式的那個樣式 設定值也會跟著過去 所以這樣會不會做動畫了 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這個反轉我想要從左邊跑過去 我就拉到這裡來 好 這個是什麼 位置的改變嘛 那你要做動畫我們就是要開碼表 對不對 開碼表就前 一定要留意一下你的時間軸在哪裡 因為你的關鍵格會產生在那邊 好 來我們看一下囉 按下去 好你看 關鍵格跑出來了 所以這是起點 那我就拉到後面 看你要幾秒鐘 一拖曳 好到這邊 過去 那中間就會產生 普遍動畫 如果你希望他 在前面的時候 小小的 我就加上縮放 等他跑到後面的時候 希望變大隻一點 好 這樣子 就會有遠 而近 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好不好 我們的 儲存樣式 怎麼加進來 怎麼複製 那你可以再把 動畫的部分 加進來 給各位自己 嘗試一下 OK